那从上礼拜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正学启用的第二个主要软体 第一个主要软体是Vidget Studio里面的Vidget C-Shop 那第二个主要的软体就是这一个Node.js 那Node.js我们上礼拜大概已经看过了它的命令令 应该是上上礼拜的 那命令令和安装这部分大概都已经讲过了 那再来的话呢 怎么样执行一个程式 我们上礼拜应该也讲过了吧 有吗 Node.js怎么样执行一个程式 有印象吗 没有的话我们稍微把这个执行一次 让各位恢复一下记忆 那这个Node.js 在Node.js 然后进去之后呢 你就切到 看你程式要放哪里 就是我程式放Zs里面 就切到这里 然后呢 那我把我把我的程式 就贴进去 就贴进去 对不对 那这个程式 叫做 那这个Node.js 那我们就把它存起来 OK 那一个简单的函数 计算一加大分 那我们就在这边 就执行Node 好 那它就执行完 那这个程式写的 其实是非常标准的写法 那但是有时候其实可以用很短的写法就可以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神奇的函数 这个神奇的函数叫EVAL EVAL 各位 上资料结构的时候 有修过 就是 有做过 或者是散过 运算式的几义吗 就叫你写一个程式 然后去计算 比如说3加5乘8-7 这种东西怎么做 你说有括号我要做区的 有吗 OK 好 那那个程式你有用C0或之类的写过吗 写过一次 有写过 那就很好 那如果你写过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程式其实不好写过 通常可能起码写个100 如果要写个完整的运算式 运算式运算器的话 通常起码写个100 那这边给你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基本上不用写 因为它有个函数 而且不只可以 不只可以用来做运算式的运算 任何的程式都可以 任何的Java Street的程式 node.js可以自行的程式 基本上它都可以算 那这边我来示范一下 面算式 就叫EVL.js 那我们把它实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是计算S加Y 结果S是3 我还是5 它计算S加Y的结果 当然是5 因为EVL.js 但是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它计算Mass这个函数 但是它其实没有传SY进去 它会自动带入这边的S1 那如果传SY进去的话 没有 它如果没有传SY进去 它会直接把整个函数藏回来 就把函数的内容整个藏回来 因为Mass就是那个函数 那如果有放SY进去 有放SY当参数进去 它就会直接计算出内容 那当然你也可以放 其他的数值 其他的参数进去 2整S 那就是6 6.5大 所以结果是6 那所以这里 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样一个程式 然后你可以做的更不复杂 任何的试试都可以 就是说 我这边再加一个 好 那 EVL 这里呢就 我内容就不行 一边 一边 然后呢 这个 好 类似像这样 再执行一次 那你会看到 它执行的结果是25寒漏 那为什么25寒漏 那为什么25寒漏 因为Mass取完之后 是25 加至算哪都可以 这样都可以直接运算 基本上 基本上你会把整个程式丢进去 直接运算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 EVL 的凳数本身是 动态语言才会有这种特性 动态语言才会有这种凳数 那JavaScript是一个动态语言 所以 这种 做法 会很弹性 这是EVL函数 那各位 先试试看 从刚刚这边先执行一下 你维护一下 之前我们曾经执行过的 Note.j等式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EVL函数